美国空军是世界第一大空中的力量。 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世界第一,如今却陷入一个大的麻烦当中,那就是机群的老化问题。大多数战机为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生产,甚至时间更久,摔了由于更新不及时,目前各类机型的老旧问题已经相当严重。 飞机实施数上升了许多,例如,2018年5月份,一架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C130运输机突然坠落,机上9人无人生还。 这款著名的中型运输机,不知不觉终以成事故大户,C130运输机,又名大力神,为美空军运输机的主力,已经使用几十年了,一款相当让美军满意的飞机。 到目前为止,尚没有替代型号,即便该机已服役超过六十年,C130本次坠毁的C130运输机,已经服役六十多年,实际这本因是它最后一次飞行。 原定的飞行目的地就是美军的飞机坟场,也就是说,它已经准备进行退役处理了。 C130的性能确实不错,是世界上设计最成功,使用时间最长,服役国家最多的运输机之一,也被美军广泛应用于改装特种机的改装平台。 至今总生产数量超过2300架,各种任务改型近40种。 C130由于性能不错,这款运输机曾引起我们的关注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,曾经差点落乎中国空军,别看那时中国空军已经列装运巴,但是为了运输黑鹰直升机,曾研究引进几个C130。 后英国,产运巴推出专门的直升机运输型才放弃,后来只有中国民航引进了其民用运输型,实际仅获得两架,后继的订单不了了之。 美方宁可毁约也不交付这款运输机给我们,让我们与其措身而过。 中国民航引进的民用型如今我军已拥有性能不比其逊色的运酒,自然没什么可惜的了。 相比之下,C130则陷入麻烦之中,虽说性能依然不错,如今却面临后继无人难举,所谓的后继型号尚停留于纸面上,伴随着机群老怕的问题,那么事故率上升,也就没什么意外了。 事实上,近年以来,美军摔飞机的数量直线上升,已经让印度自叹不如了。 列庄多国也许很多人会想到,都是没钱惹的祸,其实不是,缺钱只是一个小的方面。 更大原因是,上世纪90年代之后,美国空军大规模减少了新机采购数量,造成机群更新换代缓慢,这实际是由需求造成的结构不合理问题。 等到意识到问题时,情况已经相当严重,已经是击中难返,列庄多国目前这个局面很难被改变,需要更新的军机数量太多了,可是能够补充的新机却太少了,尤其是运输机及相关的特种机等,几乎就是没有补充的问题。 C-130的后继型号就是一个大问题,C-135大型平台的替代更是问题,如今的局面之下,美国空军整体规模将不得不进一步压缩,想维持现有规模已经不现实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